鏡頭轉向美聯賽場 看到陽姬跟運動家的比賽 鑽石打線 團隊炸了三發紅Brown 其中法官大人Aaron Judge 敲出本季底五十五轟 中場陽姬 七比四 擊腿運動家 系列賽完成橫掃 只不過跟紅襪隊的Trisen Karses相比 團隊三轟 根本不足為奇 因為他在跟這個雙城的比賽中 一個人就上演了三小炮 冠進七分打點 率領紅花 中場是八比銀球 同時也把雙城打出外卡 大聯盟美聯賽況 先看到陽姬做客運動家的比賽 魔球軍團抓準陽姬先發投手 Louis Gill開賽不穩的機會 接連選到兩個寶宋上壘之後 Teller Solde Strong 接著打成右外野方向的二雷安打 一棒送回兩名隊友 運動家二比零先取得點 不過邪惡帝國打線下個半局 馬上環以顏色 靠著Jason Dominguez的兩分 全力打高效率頒平戰局 接著三局上法官大人 Aaron Judge 再打出中外野方向的陽春炮 連續兩場比賽開庭 幫助陽姬三比二超前比數 隊友也沒有讓法官專美移錢 五局上Galabertorys也複製貼上 把小白球送向幾乎一模一樣的位置 邪惡帝國這個半局 再添兩分保險來到五比二領先 雖然陽姬先發投手 給有六局下再遇到亂流丟掉兩分 比賽後段還有怪力男 John Carlos Stanton和Austin Wells 長打連發再度拉開領先分差 總場陽姬就以七比四擊退運動家 三連戰系列賽完成橫掃 繼續鞏固美聯東區的王座 和陽姬同分區的勁敵精英 則是迎來和老虎的系列賽最終戰 這場比賽雙方用長打互相狙擊 二局上斯班森托克森抓準掉到紅中的卡特球 送上左外野觀眾席 接下來老虎又連續兩棒 敲出二雷安打 單局進帳兩分 緊接著三局上輪到 Carrie Coppenter 掃出右外野方向的陽春炮 蒙古軍團三比零領先在前 而前四局只打出一隻安打的精英打線 總算在五局下瞧瞧 輸醒 一人在累的情況下 Serge Moulins掃出右半邊的兩分全雷打 幫助精英打破鴨蛋 找回球隊氣勢 接下來 在球速一好三壞領先下選擇積極進攻 敲出中阻外野方向深遠的落地 安打一雷跑者 高能 Handerson快馬加鞭 連奔三個雷包跑回精英 都追平分 令主場球迷沸騰 不過他們可高興不了太久 因為自家先發投手 Albert Suarez 狀況真的不太好 六局上序頭的他 馬上又遭到陽春炮狙擊 而且打者還是這場比賽 先前就已經打過拳雷打的 Carrie Coppenter 總計 Suarez先發五局 挨了三轟 失掉四分 全都是擇失 黯然退場 精英打現在後面四個半局 連一直安打都擠不出來 最終老虎就以4比3踢管成功 衝上美聯外卡第二名 精英已經落後 美東龍頭陽機 六場勝差 最後還是要關心外卡的戰況 雙城交手 紅襪雙重賽的第一站 焦點絕對要放在紅襪隊的 一壘手 去森Carrie Coppenter身上 一局下兩人在壘的情況之下 他冷不防炸裂中右外野方向的三分炮 替鬥城大軍掀取得點 而且三局下一二壘有跑者的局面 又輪到Carrie Coppenter打擊 只見他右邊炸完一發 接下來輪到左邊反方向也來一發 小白球直接飛越綠色的怪物 Carrie Coppenter在前三局就憑著一己失利 幫助球隊取得六比零領先 四局上來訪的雙城 雖然靠著安打和對手的失誤 打荒鴨蛋 過紅襪下個半局 安打串聯再下一城 還是保持六分的領先優勢 回到這場比賽 男主角Carrie Coppenter 超無三不成立 面對雙城第二人投手Brun Heidrich 也毫不留情面 再次揮出中外野方向 飛行距離四百二十三英尺的大號 陽春全雷打 達戰生涯首度三響炮 而且狂冠七分打點 率領紅襪中場以八比一贏球 而且雙城第二場比賽 也以三比九輸球 外卡資格調到第四名 未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鏡頭回到陽基大法官Aaron Judge 連續兩場比賽炸裂 說了作文自己在全雷打榜上的王座之外 更幫助條文君贏球 美東風王的魔術數字M1 只差一勝就能夠拿下分區冠軍 沒錯 而法官大人在全雷打榜上 最大的競爭者大股相平也沒有閒陣 今天是炸了本賽季的第五十三轟 除了幫助球隊贏球之外 同時也拯救了先發大爆炸 三局掉四分的同胞隊友三本猶身 稻奇跟洛基系列賽的最終戰 藍貌軍團派出三本猶身先發登板 然而他的表現不僅理想 三局被敲了五隻安打 雖然投出四次三陣 但也有三次保送 失掉四分通常都是自責分 敲後也針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失望 三本自從臺灣時間9月1日 你不可以承認 總之都可以承認 因為手提升 因為他不可以承認 因為他不可以承認 而不是有些難度 所以他不可以承認 一開始 比賽 比賽 對 雖然是 山本自從臺灣時間九月十一號 商譽歸隊之後 投三場比賽 總計十一局投球內容 被敲出十二指安達 十秒五分 防範率上升到二點九六 比受傷之前高一點 但儘管先發投手不穩豪 在自家隊友們活力 足夠驚人 當中最狂的就是山本的同胞隊友 打鼓翔平 鏡框非常活燙的他 在達標雙五十紀錄之後 持續省人發揮 這一戰五至四T級成績 但其中更在九十下半 航出一發石破天津的追平陽春炮 本季底五十三轟 再上兩次的倒雷成功 目前他已經累積五十三轟 五十五道 這一戰總計跑回兩分 本季得分來到一百二十八分 超越傳奇球星林木一朗 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二十七分 成為日本第一人 本季到其主場敲出二十八轟 超越Cody Ballinger 成為對始第一人 另外還有單季九十四隻長達 追平一九三零年的 對始單季最多長達記錄 接下來到其還有六場比賽 要刷新紀錄 之日可待 並且大谷開轟之後 好隊友Mookie Betz 也來加碼一發 再見 紅不讓 兩個人Back to bed的炸裂煙火大秀 搬入到其以六比五 吸取性的逆轉銀球 道體這一戰贏球之後 九十三勝六十三敗 居是位居國聯西區龍頭寶座 但他們依舊不能夠鬆懈 接下來面對分區第一最大競爭者 與他們插三場勝差的教室展開系列賽 將會是決定雙方排名的重要關鍵 而且大谷表現火燙 幫助到極瞄準分區瘋王的同時 他聯盟全力打榜的最大競爭者 洋基大法官Aaron Josh 也沒有讓他專門於前 這場面對運動家的比賽 踩出個人本基地 五十五號全力打連續兩天開轟 持續佔據全力打王座 楊基在這場比賽是以七比四 英球系列賽三連戰橫掃運動家 也因此更加穩固自己的美東龍頭王座 目前戰績就是二勝六十四敗的條文軍 與分區第二的精英擴大到六場勝差 而接下來雙方即將展開的三連戰 只要楊基能夠拿下一場勝利 那就能夠正式拿下美聯東區的第一王座 白群台總和報道 白群大阪因出所站的 座出租 有律… 賣相逛via… 中藍、三 Fourth第2王座 これは Forumών世oy 大 Sun risk振已經開銷,記者前立足 小 assigning期間契巴 踩出中 neuro 有十一人的 투大 中藍 白群國異 比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